一座建在旷野中不大的教堂却被称为世界最美的乡村教堂 在教堂林立的阿尔卑斯地区却唯独它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还是数百年来基督教世界著名的朝圣地 每年有几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它就是浪漫之路上的维斯朝圣教堂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斯坦因加登 从教堂的外观上看 它简单朴素并不华丽 但一走进内部 任何人都会被它美轮美奂 让人炫目的洛可可装饰所震撼 精美的镀巾 灰尼世面的造型和色彩优美的诗壁画 每一个局部都与整体协调一致 向上延伸的立面与拱形天花板上的试错觉绘画融为一体 让人感觉仿佛渐渐飞升翱翔 在彩虹蓝天和飞翔的天使中置身欢乐的天堂 有信仰的地方就会有奇迹 这座教堂的前身是一座简陋的小教堂 教堂里供奉着一尊木雕的基督像 1738年时 乡间的民众声称 见到这尊基督像流下眼泪 从而让这里名声远扬 瞻仰朝圣者络绎不绝 由于来访者的数量日益增多 教堂必须被重建和扩大 于是1746年到1754年 由当地著名的建筑师奇摩尔曼兄弟俩负责设计 建造了这座美丽的朝圣教堂 教堂里的诗壁画 是由慕尼黑的宫廷画师创作完成的 这座不大的教堂 却被誉为是洛格格装饰的极致典范 1983年 联合国将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加以保护 随后对它进行了一次维护和保养 花费了1500多万德国马克 这座美丽的乡村小教堂 在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谷中 和周围的田园木戈和谐统一 自然而又富足 安宁却生机盎然 那就是一幅最动人的画卷 旅途中又是一处小小的风景 却最是打动人心的某一时刻 明明是素被谋面的抑郁他乡 却好像回到了失落许久的家园 那一份莫名生起的感动 也许不仅仅是因为风景 有人说它来自心中的理想 有人说这是前世的 就别冲访 就别冲访